前意识里大家都觉得 认为年龄相差太大的情侣在一起 肯定不会幸福 毫无疑问也会质疑这样的爱情 到底有多少纯度 又能维持多长时间 这种质疑的心里大多数人都会有 古往今来类似这种爱情故事也十分罕见 所以对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是一种挑战 因为我们都被先入为主的观念 束缚了自己的思维 就很自然的认为 爷孙恋一定是逆源 一定是不正常的 一定不会幸福 要不然李昆成和林静恩的恋情 也不会闹得疯疯于 网上嘘声一片 引了各界不同的质疑声 台湾爷孙恋因两人相差 41岁备受争计 男方大女方41岁 真的是可以当爷爷的年纪 但两人不惧外界世俗目光 感情稳定不说 林静恩也表示 自己已经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十分期待怀孕生宝宝 当媒体问是否有生小朋友的打算时 李昆成也开心回答 我没有任何意见 全力配合 现在曝出怀孕 李昆成也是十分开心 终于要开花结果了 当年这段感情不受到任何人的祝福 林静恩的父亲也不同意两人的婚事 但是李昆成表示音乐父不祝福自己的婚姻 所以与之关系破裂 那么他们之间靠谱吗 靠谱 虽然舆论纷争 压力巨大 但他们一直走下来了 在所有的报道中 除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至少目前为止 他们之间没有出现过大的原则性问题 面对世俗的压力 他们依旧幸福地生活成 这算靠谱吗 这件事 个人认为并不存在谁有片的谁 两个人是自愿并非常乐意的在一起 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会有吵架 也会有意外 甚至也会有分开 那至少他们为了爱情坚持到了现在 至少他们如今的心意 是真诚而坚定的 不被理解 不被认同 无非是换做自己 绝不这样做 可是 为什么人人都应该活得一样呢 你看中的是人家不在乎的 你计较的是人家无所谓的 而你拥有着为在意的 却恰恰是人家缺失的渴求的 所以说 既然他们二人真诚地相爱 而且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的 世俗的批评和考验 依然痴心不改 这就说明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很牢猴的了 那句话不也是这么说的吗